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适量的湿盐 转拌均匀 腌制半小时 半小时后 看一下辣椒已经变软了 然后把里面的籽给去掉 全部去完后放碗中 切碗蒜片和姜片 这里是4斤辣椒放150毫升生抽 50毫升盛醋 加入适量的凉白开 翻卖一下放冰箱冷藏 腌制一夜即可 辣椒这样做清脆可口 香辣下饭 放冰箱冷藏一个月都不会坏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到叔叔去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